为什么孙星明对热刺如此重要 2015年热刺以2200万英贯的身价 从勒沃库森签下了这位韩国国脚 目的是帮助凯恩减轻一部分风险上的负担 如今他已经是英超中的最佳前锋之一 数据总是不会骗人的 当把孙星明的数据拿出来时 人们就会发现他对于穆里尼奥有多重要 一 韩国欧巴的进球能力一直在上升 在他为热刺效力的五年当中 他的进球贡献一直在稳步上升 在他的初次赛季中 他的进球和助攻占热刺全队的15% 上赛季上升到了33% 打进18球助攻11次 甚至超过凯恩的30% 本赛季到目前为止 孙星明贡献了11个进球和5次助攻 在热刺总进球中占47% 二 韩国欧巴的个人能力一直在上升 根据尼尔森报告 当孙星明加盟热刺时 他的综合能力排在全球第137位 2017年5月他几进了前100位 而在对这7汉姆之后 他的排名来到了第25位 他的预期进球系数的上升看到他的变化 根据数据显示 自他加盟热刺以来 他每个赛季的实际进球数都超过了预期进球 孙星明的得分率超过37% 过去的五年在五大联赛中 只有阿扎尔的得分率比他更高 孙星明的身价也从2018年的3820万英镑 上涨到如今的7510万英镑 仅比凯恩低340万 三 韩国欧巴的影响力一直在上升 一名明星球员对俱乐部的作用有多大 一项调查显示 有1100万韩国人承认热刺是他们最喜欢的海外俱乐部 这相当于韩国人口的21% 比英国本土的热刺球迷数量还多 曼联是第二受欢迎的俱乐部 但支持率仅为6.1% 他们在2018年时被热刺超越 这些所有来自韩国的商业潜力 几乎全部来自于孙星明 在他加盟热刺之前 俱乐部几乎在韩国没有任何影响力 但随着他影响力的提高 热刺几乎成了亚洲家喻户晓的俱乐部之一